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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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献上鲜花 以沉默的方式对遇难者表示哀悼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以沉默悠念遇难者 现场许多家属依旧忍不住哄了眼眶 三年前四位炸弹客就是在这个车站聚集 随后分散引爆 造成共有七且爆炸案 夺走52条人命超过700人受伤 这事件在英国社会造成创伤 挥之不去 面对恐怖威胁不仅英国民众做好准备应对 大众运输系统随时战战兢兢 工厂问到一位公车司机他同样驾驶爆炸公车30号的路线 他告诉我们即使事发后三年 现在一件可疑事物都不得掉以轻心 爱到现场受害者赔偿的议题也引发关注 根据了解爆炸发生后至今还有73位的受害者 没有领到赔偿金 约翰逊也允论会协助加快处理作业 英国警方对6月29日发生在伦敦的两名法国学生遇害惨案的调查有了新的进展 警方于7号逮捕了第二名嫌犯 伦敦警方7号表示 一名33岁男子向警察局自首 随后被扣留 两名23岁的法国留学生的遗体是在其中一人位于伦敦的住所内发现 当时两人被捆绑和塞嘴 身中多刀死亡 其中一人被捅近200刀 警方形容这是他们见过的最残忍的谋杀案 经调查两名法国学生没有方案记录 品格良好 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遇害 案发前6天 浴室的住所曾被盗窃 一台电脑被偷走 西班牙东北部一年一度的奔牛节 星期天揭开了序幕 大批群众在潘普洛纳市广场狂欢庆祝 为刺激的奔牛活动热身 节目的最后带您一起去看一看 潘普洛纳市议会前的广场聚集了好几千人 他们都穿起了白汉衫白裤子 加一条红领巾和红腰带 又跳又唱 气氛热闹 当中不少人是来自外国的游客 与当地人打成一片 当省议会议员在星期天中午点起烟花 为期九天的奔牛节就将揭开序幕 不过大家现在还没有看见一头牛 因为根据传统 奔牛活动在7月7号才正式开始 这个超过400年历史的节日 与西班牙斗牛传统有直接关系 奔牛时 成千上万的爱好者挤满了狭窄的街道 激怒从牛棚冲出的公牛 人和牛在杂乱中狂奔 显向还生 最后以公牛被引进斗牛厂为大功告成 几天的节日 使这个小城充满了刺激与欢乐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欧洲地区主要新闻 接下来把现场交给凤凰卫视悉尼记者站 我是李萌威 我们明天巴黎再见 明天巴黎再见